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蕭穎青師生 先老闆你好 你好 先老闆 上個禮拜,你的節目提到可以吃壺 今個禮拜,我自己聽了 如果大家聽師生說,應該有點開心 不過差價不太大 一般情況,我不傾向吃小壺 我不是經常賣出賣日的人 我會有距離 如果只有30% 交易費又去了一部份 這些不是實體重 短線波幅,只是少少彩數才可以看重 長的,可以有很多基本因素 都會互相看 我見到很多股民近期很想問的問題 昨晚我們司機金做一個投資趕作 都有問 馬先生 究竟這次的反彈 好像彈了很多 是否一個所謂 航市二期,未來是勢圖欠磨 我自己上次應該也有說 經濟受這次疫情的衝擊之後 沒有機會很快會回到疫情之前的狀況 因為世界各個都要將產業鏈完整化 又要搬回自己國家生產 這會令到無法利用世界其他地方的優勢 別人人工便宜又不去 別人租金便宜又不去 別人靠原材料生產地 香港生產口罩哪裏有前途 現在趕著這段時間要 遲些香港這樣的人工 這樣的租金 生產出來都比你便宜 現在還有政府補貼 如果將來政府沒有補貼 到處也比你便宜 誰買你?聽策略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將產業鏈搬回自己國家 令到成本上升 對經濟一定沒有好處 發揮不到全球化的優勢 另外很多東西都要儲存 以備不時之需 當戰略物資 這些東西擠到倉 停鈎是一路貶值的 毫無貢獻 世界要將貶值 毫無貢獻的地方 經濟怎會好 經濟一定是否回到以前的地方 除非慢慢改變 又回到全球化 又不用儲存 但需要時間 上星期最多都是七八成 如果經濟回到七八成 但股市不同 股市多了很多錢 全世界都印銀子 美國印銀、歐洲印銀、日本又印銀、中國又印銀 美國現在派失業救濟金 接下來幾個月 港幣有三萬多元 美國怎樣派失業 又不是太多錢 又沒有生產又沒有出口 全部都是靠印 政府發債 聯儲局買債 現在聯儲局都打到六萬多億 原本是四萬多億 短短 四個星期六萬多億 年尾分分鐘十二萬億 這些錢出來 不是生產出來 不是生產力上升 有很多財富生產出來 那些東西是印的 印出來 我們自己的錢 全部給他們派出街坊 所有人的錢 都因為錢多了 而影響他們的購買力 尤其在這麼多錢 影響資產價格 現在流到金市 債市 樓市 股市一樣會流 所以我認為 股市都會分到杯筋 所以接下來 股市不按照經濟情況 不是GDP增長多少 生意做好多少 股價上升多少 可能看情緒 今天疫情好轉 美國死亡人數下降 成居要炒上去 找藉口 找藉口要炒上去 否則錢要去哪裡 所以我認為 經濟不好的同時 股市 或者所有資產市場 上升的機會 大 政府救不到實體經濟 也救股市衝判場面 所以我認為 股市未必是大紅市 反而調整一段時間 找機會上升 機會更多 另一個 觀眾朋友也想問問施生 因為看到這星期 施生的文章 都提及了很多 就是全球化 去全球化 和中美的關係 你最新都有些想法 我認為疫情之後 中美的關係更加惡劣 之前已經在貿易戰 美國也要找替罪羔羊 說你害我的要你賠償 另外 他一直都想制約中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的機會也大 中美關係 我相信現在 美國雖然強過中國 但要整死中國不容易 你說拖慢你的發展 還有少許機會 但中國已經 不是以前的中國 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的生產力上升很多 中國的農業 現在基本上 糧食自給自足 中國工業 世界工廠 燒全球 中國的基建能力 組裝能力 支援第三世界都可以 普通的產品 中國的小衣機 雪櫃 九成都在香港 九成都在大陸做的 制約都不會影響人民生活太多 加上中國有龐大的內銷市場 只靠內部經濟 都可以讓經濟有自然運行 所以我認為 制不死 另外 中國在抗疫時 做出來的成績 其實算好 恢復得快 叫廠商投資回美國 美國說你回來 我幫你給半運費 幫你開設廠費 但那邊不電 那些人要搬過來 不如去一個更增強的地方 復工更快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 中國的經濟未必會太差 雖然增爭增加了 世界都在變 尤其這次之後 出現了 究竟西方的政治制度 是否個人主義的比重 太高 是否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 有時都要照顧 這當然是令到整個世界的制度 產生兩種模式的較量 我自己覺得 多了這些東西 當然有爭拗 也影響股市 所以接下來的股市 也會波動 會波動 增加了賺錢的機會 亦增加了虧本的機會 難度亦高興 最近很多東西都虧得很厲害 所以賣東西都要小心 最近虧得最多 大家最關心的都是石油 師先生有甚麼看法 我對石油的價格 不算掌握得很好 原本 如果不是美國出現油熱顏 中東國家的石油控制市場 現在美國也有得生產 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就是美國 你損害別人的利益 這次其實沙地阿拉伯都有新增加 因為油熱顏的成本比較高 如果油價跌至七、八十元 他當然一樣賺大錢 如果油價跌破三十元 他都已經開始危險 現在跌至二十多元 他根本生產來沒意思 所以石油價格在價格下大幅下跌 加上疫情期間 根本沒有甚麼容有 飛機又不開 封城車又不開 工廠又不開 油庫都擠滿了 當月的期貨到期 第一次要派貨給你 你放到哪裡都有問題 沒有地方放 唯有鑑平鑑 說你幫我要了它 鐵線給你也要 所以很多人買了石油ETF 都輸得很慘 這種情況 其實都是跟我們說不熟的 就不要隨便購買 這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購買那些 所以留守師先生之前說過 一些好的資產 好的股票 實物資產應該比較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師先生 各位觀眾 請到以下網址 給我們一個讚好 我們下集再見 準備好 點操 Flin o 我們下集再見 承焦 請 胡 ún